第一個當然就是對於這個國際化 就是跟世界的一個趨勢 因為台灣的年輕人講起來 有時候對於這個世界趨勢的變化 有時候沒有辦法 catch 到那麼多 第二個當然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聽到那個很新鮮的題目 比方像AI 無人車 像這些東西 那是很新奇 沒錯 可是有一些傳統的領域 這裡也有非常多 有意義 而且有意思的 不管是在技術上的創新 或者是在新的business的機會上 其實都還有很多 尤其是這個時農這個領域 這個是解決民生問題很根本的 永遠存在的需要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就是 能夠有國際化的觀點 能夠有比較大的這個角度來看 食品的產生過程 它就是希望用更少的水 更少的土地 用不破壞自然的防疫 越不破壞自然的防疫來做這個事情 那現在大家都很重視 從履歷開始 大家都非常重視這個事情 那這個事情怎麼又便宜 但是又能夠真正很落實 趨勢是一直朝這個方向在走 觀看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